上主万君的天主 求祢复兴我们 显示祢的词言 好能拯救我们 各位教友 今天显圣荣堂区提前庆贺 8月6号的主显圣荣庆日 让我们瞻仰耶稣的圣荣 听从祂 追随祂到底 特别在我们的患难和困苦当中 让耶稣的面容成为我们心里边的安慰 我们静下心来 心茶几岁 生活就是改变 想要达到完美 想要更好 就要不停地改变 这是圣纽曼书记所说的 的确生活就是改变 你想一下 改变有两种 一种是你阻挡不了的 你想不改也不行 不由你 你说了不算 一种是你说了算的 有你的 你说了不算的 天气每天都变 你说了算吗 不算吗 一会下雨了 一会又晴了 你说了不算 改变了 你十年前比现在漂亮吧 是不是在变呢 这个你说了不算吧 你不想变 你想一直那么美 那么漂亮 那么帅 可是你说了不算 就是一直在变 还有一种变化是你说了算的 而且只有你说了才算 你要是不想变 谁也变不了 比方说你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人 你现在愤怒变成一个温和的人 这个变化别人说了不算 必须是你自己认可 你愿意 你努力才会产生改变 我们活在这两种变化之中 一个是不由我们 一个是必须有我们 但是非常可惜 我们活得好像刚好相反 不由我们的 我们根本不想变 有我们的 我们一点都不想变 所以我们把生活 天主原本给的非常美好的生活 过得乱糟糟的 但是这也不奇怪 门徒们也是这样 还记得耶稣出外传教的时候 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说天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吧 悔改什么意思 悔改就是改变 悔改嘛 改啊 变嘛 改变 转化 但是门徒们跟了耶稣那么久 也不容易改变 尤其他们对耶稣所抱有的认识 他们对耶稣的期待始终不变 虽然耶稣一直在启示他们 提醒他们 比方说今天福音 耶稣显身容带着 雅各伯 若旺和伯多禄 这三个门徒对耶稣的看法始终没有变过 比方说伯多禄 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死的时候 他马上出来阻止耶稣 不让耶稣去耶路撒冷受死 然后耶稣择持了他 为什么他阻止耶稣 因为他对耶稣有一个想法 他认为耶稣就应该是那样的 不应该是受苦的 应该是过容的 所以耶稣一旦受苦 他就受不了 伯多禄不愿意改变 雅各伯 若旺怎么样 他们兄弟两个找耶稣说 你将来为王的时候 我们一个坐你的左边 一个坐你的右边 你看 他们对耶稣的想法也是那样的 你是个国王 我们现在跟着你打天下 将来我们也要分享你的荣华富贵 所以你现在说你要去耶路撒冷 我们的未来岂不是没有了吗 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能这么做 雅各伯若旺也不愿意改变 因此耶稣今天带他们上了这座高山 这三个门徒是十二个门徒的代表 这十二个门徒也是我们所有教友的代表 我们所有的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天主的像 对天主有一个预设 我们希望天主是那样的 但如果天主不是那样的 我们就会很生气 我们希望天主跟着我们变 不是我们跟着他改变 耶稣教的门徒可真的不容易 比我们养孩子还要困难 一个人的心思念律 真的好难改变 请你想一下 十年前三十年前的你 我不是说样子 样子刚才说了 你没有办法 你的脾气 秉性 态度 说话形式为人的准则 有没有发生过改变 有没有变得更好 更符合教友的身份 更符合福音的精神 有没有 可能有 但是很可能很有限 你那么固执 你那么暴躁 你那么俗气 三十年前就是那样 现在还是那样 你变了没有 但这应该是 天主渴望我们改变的 可是我们往往在这方面 非常的迟钝 非常的缓慢 这三个门徒 十二门徒是一样的 所以耶稣带他们上了高山 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 他的衣服洁白 他的整个面容发光 就好像今天的读经衣 达尼尔先知 在神识中看到的一样 达尼尔先知 看到有一个万古长存者 很难用言语来描述 他的衣服洁白 他的胡须 他的头发也是洁白的 说明什么 说明天主 或者达尼尔先知看到的 远远不是人间的景象 在人群当中看不到的 现在三个门徒 在大博尔山上 看到的耶稣变了容貌 也是这样 他们之前没有看到过 所以现在耶稣变了容貌 让他们懂得什么 懂得一个道理 懂得他们不应该小看天主 他们心中的耶稣的形象 不应该让耶稣随着他们改变 他们要随着耶稣改变 耶稣不只是给他们打天下的 耶稣也是天主来到我们中间 与我们同受苦难的 现在耶稣变了容貌 他们发现 耶稣的容貌 根本不是人的光荣 而是天主的光荣 所以他们心中怎么样 有了安慰 有了勇气 有了希望 他们下山之后 就可以信赖耶稣 放心大胆地跟耶稣到耶路撒冷 哪怕他们知道 这条路非常的苦难 至少他们现在 看到了耶稣的光荣 这个光荣远远大过 暂时的苦难 这是耶稣显圣荣的 一个小小的目的 我们知道 耶稣复活之后的光彩 跟耶稣显圣荣的光彩 是一样的 所以耶稣的显圣荣 也是提前预示 耶稣的复活 既然有再复活 那么门徒面对苦难的时候 就不应该那么灰心丧气 我们看到自己每天 日落西山 头发花白 眼睛下垂 皱纹增多 我们也不要那么灰心丧气 因为我们知道 这并不是句号 这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 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 耶稣显圣荣 所显示的 那永远不会改变的光荣 当然我们还是害怕了 要不然你为什么买化妆品 这个无可厚非 我们总是愿意把 最好的都留住嘛 你看今天 博多路说什么 主啊 这太好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啊 让我把这个好留住吧 让我搭三个帐篷 一个给泥 一个给梅色 一个给厄里亚 你看 我们跟博多路是一样的 愿意把美好的片刻都留下来 可是 耶稣显圣荣所显示的 最美好的片刻 不是我们可以留下来的 而是天主为我们预备好的 还有 耶稣显圣荣 有两个人出现了 这两个人是梅色和厄里亚 他们两个人活过的生命 应该是下边的三个门徒 以后也要活出来的 梅色和厄里亚都上过山 都看见过天主的领寨和光荣 无论是光彩 还是什么安静的微风中 天主显示给厄里亚 或者天主显示给梅色面对面 无论怎么样 他们体验过天主的领寨 那是与众不同的 那是整个世界所不能给予他们的 这二人都上过山 这二人都领会过天主的临在和光荣 但是这二人 同时也为天主受了极大的苦 梅色 受苦受得受不了了 给天主抱怨说 我是真后悔 我根本就不该在多心 那个旷野里边 什么逢而不回的荆棘 我就不应该看 我看了我应该赶紧离开 省得我后面这么多麻烦 你给了我这么大的担子 这么大的使命 你给了我这个人民 这个人民如此的执拗 如此的骄傲 如此的愚蠢 如此的有奴性 你给了我这么大的苦难 我担不起 这是梅色 厄里亚怎么样 厄里亚给天主做了很大的事 杀了450个假先知 结果被当时的皇后 伊泽贝尔追杀 厄里亚给天主说什么呀 我给你做伟大的事 我以为会有好报 结果你让我逃无可逃 你干脆把我的命收走好了 这是厄里亚所遭受的苦难 他们两个遭受的苦难 是谁的苦难 是天主的苦难 天主让他们品尝到 他把以色列子民带出埃及 让他们在福地上成长 安居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现在耶稣显示给这三个门徒 这三个门徒现在跟两个先知一样 上了山 见到了天主的光荣 这三个门徒上了山之后 耶稣复活之后 也要像梅色和厄里亚一样 品尝耶稣的苦难 承担天主在这个世上的痛苦 所以这三个门徒后来 雅各伯第一个被用剑杀死 第一个殉道的宗徒就是雅各伯 若旺最后一个 伯多罗也差不多被盗定在石架上 这三个人也同时分受了耶稣的苦难 但是耶稣的苦难在若旺笔下 就是耶稣的光荣 这是他们今天在山上所看到的 各位教友 在东方教会 包括天主教 也包括东正教 耶稣显圣荣 是一个非常大的节日 好像一个高峰一样 在我们西方拉丁里的罗马天主教 比较一般 但是东方教会 他们庆贺的更加隆重和热烈 说明他们真的抓到了福音的精髓 也就是耶稣所显示的面容 不只是为自己显示的 也是为我们显示的 因为将来用保禄的话来说 到了那一天 我们要分受耶稣的光荣 而且光荣上加光荣 成为耶稣的形状和耶稣的面貌 也就是说耶稣现在所显示的 也恰恰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 宿命 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终结 就是耶稣的显容 因为我们将来面容也会被改变 相似耶稣的身体 你要是不相信呢 你每天看自己照着镜子 你每天都会难受 你要是相信呢 你会发现 原来我走的这条路是短暂的 天主为我预备的 却是永远的 这样至少在自己苦难的时候 低谷的时候 也可以因着耶稣所显得圣荣 而心中有了盼望 有了方向和力量 据说达芬奇 画画的达芬奇 有一次要画一个大型的画作 他研究了很多天 尺寸 方位 颜色 内容 他构思了很久 他就画画画 慢慢地画 画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就不画了 他就转身 对后边 他认为 他最好的一个学生 给他说 你过来 我现在不画了 你现在把我没有完成的 你完成 这个学生 害怕 他说我不敢 我能力不够 万一我失败了怎么办 所以我不能画 达芬奇说 难道 我已经画好的这一半 不能够鼓励你 不能够引导你 不能够光照你 画完剩下的一半吗 这个学生听了之后 就大受鼓舞 为什么 因为架构已经画好了 最主要的已经画出来 他只需要跟着 他的老师所画好的 再完成就可以了 最后他果然 在老师的鼓励之下 画完了剩下的一半 这耶稣显圣荣 可不是每天都显 过完一会儿就没有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 已经是四分之三 已经是五分之四了 剩下的我们 只需要按照耶稣显荣 所显示的 把它完成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完成就好了 这三个门徒 十二门徒 初期教会 两千年来都是这样的 都是按照耶稣显圣荣的面貌 来生活的 来走过这历史的长河的 我们每个教友 也当如此 我想当年 我们天主教 把基督教的产业买过来 叫做显荣堂 也是有道理的 这是一个改变 不只是这个房子的改变 地址的改变 也是教友们 心态的改变 因为那个时候 教友们很穷 也比较少 可能呢 当时的神父愿意鼓励教友们 不要害怕 仰望耶稣的面容 这面容 使得我们用能力 做出改变 所以改变不了的 让我们不要改变 应该改变的 让我们因着耶稣 面容的光照 勇敢地去改变 感谢观看